分享一下 因为这套软体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叫做自动分析 你看滑鼠右键点它 滑鼠右键点这一个 就是全球有疫情 它可以帮我分析 分析全球疫情跟前一年的一个差异 所谓分析不同之处有看到吗 分析分布的不同 分布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举例来说哪些国家 哪些主要的类别产品 子类别产品 这都是有分布的问题 例如说会不会是疫情前 我们跟亚洲地区的合作 跟疫情后跟亚洲地区的合作是有变化的 它就要去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有听到 以后真的你就直接给它资料说 那个Power BI机器人 你现在帮我把这个我所提供的进口数据 跟出口数据分析出来说 2021年跟2020年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它就帮你自动分析出来了 可以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是 不出多不用很久 真的这件事情绝对做得到 来分析找出分布的不同 然后这一个资料 现在拿到的资料很可惜 它说发布中找不到任何的显著差异 可是真的 真的是因为那个数字其实太接近了 数字太接近了 就是这两个数字太接近了 知道吗 这两个数字